这个女人正在拆丈夫送来的惊喜快递 她满脸期待的闭上眼 就在她把手伸进盒子里的时候 女人跌跌撞撞的走向妹妹 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妹妹求救 可妹妹是个盲人 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摸索着探查姐姐的状况 顺着葛伯一摸 竟然是血淋淋的断臂 差点把妹妹吓疯了 身为医生的丈夫接到消息 立马拎着冷藏箱赶回家 寻找妻子的断手 只要手没坏死还是能接上的 这时她接到了前妻打来的电话 丈夫瞬间明白了一切 理合里还一摞着妻子的断手 她来不及多讲 联盟把妻子的断手放进冷藏箱 抓紧时间送去医院 好在重接手术很成功 但醒来后的妻子情绪很不稳定 她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 丈夫耐心的安慰着妻子 妻子却突然说 丈夫告诉妻子 这是神经受损造成的正常反应 过段时间就好了 随着伤口运合 妻子开始艰难的附件 手的力量和知觉慢慢恢复 这让妻子开心了起来 丈夫贴心的送上礼物 庆祝妻子康复 一切看起来都往好的方面发展 但奇怪的是 每个夜晚 妻子的手都不受控制的抖动 大半夜补上鲜红的口红 这个女人太惨了 她只是拆了个快递 手却被生生夹断 好在重劫手术很成功 但断手的精力依旧留下了阴影 为了让妻子开心点 丈夫送了妻子一条手链 精美的手链 刚好可以遮挡住手腕上的伤口 这份体贴 妻子很受用 但很快再次出了状况 妻子的手开始不听使唤 还时不时爆发剧烈的疼痛 妻子再次回到医院 丈夫却发现 妻子像变了一个人 这似曾相识的语调 让丈夫瞬间想到了前妻 晚上妻子回到家 一把刀在黑夜中泛着寒光 一只手突然捂住妻子的嘴 原来是妹妹 妻子刚松一口气 接过她妹妹手里的刀 小偷却说 有小偷偷走了一把红色刀柄的刀 可妹妹身为盲人 怎么会知道刀柄的颜色呢 诡异的是 第二天这把刀竟然出现在命案现场 而死者是丈夫的助手 警方在刀上提取的指纹 竟然是前妻的 难道是前妻偷走了家里的刀 然后行凶杀人 嫁祸给妻子吗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快递是前妻寄来的 从那之后 前妻就失踪了 整个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而妻子也是越来越奇怪 她开始模仿前妻的妆容 甚至是在手术室将病人的脸划烂 等助手赶来时 直接被吓傻了 回到家的妻子似乎恢复了理智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丈夫默默陪伴着她 她却告诉丈夫 她的身体里还住着其他人 这种无疾之谈 丈夫自然不信 将妻子哄睡后就离开了 可就在她离开的时候 妻子却突然睁开了眼 妻子恋爱的看着熟睡中的妹妹 轻轻的抚摸她的额头 妹妹突然醒来 妻子拿起桌上的剪刀 根本不给妹妹反抗的机会 而丈夫回到家 看到满地的头发 似乎见怪不怪了 前来安慰被吓到的妹妹 妹妹却抱住了丈夫 而这一幕恰好被妻子看到 气得夺门而出 任凭丈夫怎么解释都不听 而是去找了妹妹 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妹妹却说她早就想夺走妻子的一天 她觉得自己的失明是妻子造成的 甚至嘲讽妻子 手断了还能接上 命真好 妻子听完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深情开始恍惚 拿起剪刀一步步走向妹妹 更诡异的是 丈夫看到受伤的妹妹 问的第一句话是 妹妹点头承认了 她其实早就恢复了势力 而那天她恰好看到丈夫拿走菜刀 两人还曾四目相对 但在丈夫眼里 她是个瞎子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此时妹妹的反应 说明她什么都知道 丈夫紧紧捂住妹妹的嘴 将她胸口的剪刀推得更深 残忍的本性终于暴露出来 此时妻子恢复了理智 抱着妹妹的尸体失声痛哭 但丈夫却把她的手牢牢地握在剪刀上 然后把她带到了地下实验室 丈夫拉开一道帘子 里面竟然是前妻的尸体 原来这一切都是丈夫做的 是她设计夹断妻子的时候 再活生生把前妻的手斩断 移植给妻子 为的就是满足她基因移植的设想 就在丈夫洋洋得意时 一只马嘴针突然扎进了她的脖子 昏迷前 丈夫仿佛看到了前妻 等她再次醒来 妻子的意识已被前妻占据 丈夫最终死在了妻子手中 前妻也算完成了复仇 丈夫以为自己运出帷幄 却不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蜜糖的包裹下 往往是致命毒药 希望大家都能擦亮眼睛 不要轻易的被甜言蜜语给骗了